一个生活中,层次低代表的是没能力,见识狭隘的表现,而层次高的感知。 这种人不仅格局大,还有很多优秀的品质,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,一般层次低的人通常是没有作为,也没有素质的。 其实所谓的层次低,并不只能用出身来衡量,每个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,但是你可能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现状。 我所认为的层次高,其实无需你拥有多少财富,但是在为人处事上面,要有一定的原则,或者在一定的领域有所成就,而层次低的则是没什么素质教养。 这类人好的习惯没有多少,但是坏习惯却多,以下这三个,你中了吗? 一、为人处事没有分寸,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讲究的是分寸感,才会得到尊重。 如果一妹的肆意妄为,不尊重他人,那么,别人也不会对你好言相向。 在生活中,一个说话不懂分寸的人,习惯意打击别人取乐的,那你的人缘会越来越不好,别人也会对你必如蛇切,这样也会影响你的生活以及事业。 当不如意的事情堆积起来,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,让你困虑这种事情当中。 当你没有了经历做有意义的事情,你就很容易被别人所抛弃,自然你就得不到更好的。 层次低的人通常有这个毛病,所以在为人处事上面,没有人愿意去扶持帮助他。 二、不思进取,没有上进心,层次低的人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,就是不思进取,套意勿劳,没有一点的身进心。 因此,这种人就注定活在社会的最底层,在如今的这个社会,虽然恶不死人,但是如果你过于懒散,没有上进心,无论是现在还是你将来,都可以窥探出你过得不是很好。 而层次高的之所以被探人推崇尽养,其实很大的原因,就是他们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,他们知道如果不去努力,就得不到自己想到的东西。 况且,如今的社会物欲纵横,你缺乏了努力的心态,那么别人就会将你抛弃得很远。 三,为人自私,狭隘,疼次低的人通常格局都很小,心胸不够宽广,为人自私又狭隘,习惯性的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,总是想得多,做得少,因此他的人生处处充满着埋怨。 这种人的心态往往不够乐观,时常会陷入一些小的挫折里,导致自己烦恼痛苦,心态也不够宽,所以就很悲观。 人都喜欢跟心态积极的人打交道,心态不够好的人眼里都是灰暗。 试问,一个内心没有光亮的人,如何有力量打败挫折,冲出人生的困境? 只有你敢于将自己的心放宽,格局放大,有的是得过且过,在为人处事方面不经心计较,那你的人生层次才会提高。 近日留言,你认为层次低的人,还有哪些坏习惯,欢迎探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